接着呢是要来看到的是国外朋友 也能够来体会禅修的妙处 来看日前澳洲南天寺 特别举办的三日禅修班 吸引了不少背景 年龄层的中外人士都来参加 他们抛开了生活烦恼 学会在行住坐卧之间 来感受禅修之美 秉出一切杂念参与走客 在佛法智慧的熏席中 开启南天寺三天的禅修课程 这次分为初级和高级禅修班 15位不同年龄职业的中外人士 都来到道场 体会生活中处处都是禅 呼吸吐纳放松身体 在太极的动静之间 感受与大自然的接触 或是在法师带领下体验户外禅 让学员专注脚下 每一步脚踏实地 法师也强调 禅修不是只有静坐 在行住坐卧的过程中 都可以修禅 感受禅意 怎么让禅修应用生活 高级禅修班特别分组讨论 并派组员代表依依上台分享 修禅不一定只有在禅堂 只要去除所有想法活在当下 吃饭可以品味酸甜苦辣 行住坐卧也能让身心充足休息 等暖三天也让学员获得意想不到的生活紧囊 人间卫视澳洲雪梨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